经典奇幻电影《魔戒》拍摄地点在纽西兰 让当地吸引了各国的观光客来朝圣 而南加州有一家旅行业者 九月份前进纽西兰深度之旅 就来推出了走访梦幻冰河体验地热温泉 还有一个行程是贴近原住民毛利人 让纽西兰不再只有奇异果 还有绵羊游的故乡 游船缓缓驶入山洞 呈现眼前的十一大片忽明忽暗的绝美自然景观 仿佛星空唾手可得 此期看竟然都是一只只萤火虫 与自然鬼斧神功的杰作 纽西兰的纯净之美 一定要置身其中才能体会 仰望雄伟壮观的库克山 终年不化的鸡血 有船在世界稀有的塔斯曼冰河之外 夜宿美景之中 才能感受日夜交替所带来不同的震撼 那我们这次是特别安排住在里面 那住在里面有什么好处 因为在国家公园里面你知道空气好 纽西兰本身它就是空气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我们住在那里面 除了空气之外 我还要带大家去 看一看这什么叫做难死之心 搭上古董怀旧火车 在塔亚里峡谷来一趟铁路之旅 在隧道之间悠闲观赏沿途 千变万化的优美风景 坐上游船 静享宛如人间仙境般的湖光山色 不知海陆空全方位 领略纽西兰的纯净自然 12天从南玩到北的深度行程 当地特色的人文景观也必不可少 比如说到了皇后镇 我们去看所谓的剪羊毛的表演 那到了北岛之后 我们有这种所谓的毛利人 他们的这种所谓的歌舞表演 然后另外还有所谓的温泉 所以这次我们的景点 非常安排得非常地丰富 在原著名文化之城罗土罗阿 做一天毛利人 亲手制作传统手工艺品 感受图腾力量 或是在古老歌谣中 追寻历史的气息 享誉盛名的布里尼西亚温泉 腾腾水汽放松身心 还能烹饪当地特色美食 自然又健康 这一趟不同于市面上 任何形成的高品质之旅 东森新闻还有特别优惠 欢迎上官网查询更多资讯 东森新闻英红文唐梦维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